各位好,這裡是自由貓,我是貓把 我是貓媽 這一集我們來介紹全世界大型犬裡面 體型高標的犬種 牠們後腳站立之後平均身高都在170公分以上 有些甚至超過200公分哦 是不是真的很高啊 牠們堪稱狗界中的巨大型犬 你有實際見過嗎? 羊寵物也有些人喜歡體型龐大的 帶一隻大型犬出門遛狗 頗受入人的矚目 另一方面大狗狗在身邊也很有安全感 很多大型犬其實都是溫柔的巨人 不當可以當作工作犬還能幫忙顧家 甚至是良好的伴侶犬 可以陪伴長輩看小孩哦 在飼養大型犬之前有幾個因素要考慮 第一就是飼養成本 狗食、寵物用品和獸醫及預防注射等相關產品 大型犬花費會更多錢 第二就是要確保較大的空間來容納大型犬 不一定需要一個很大的院子 但至少需要一個足夠空間放一個大的狗床 另外要考量室內空間是否足夠讓牠舒適的伸展 以及自由走動 還要注意這種大型犬的尾巴 牠搖擺起來 牠的幅度跟跨度可能不小心造成一些傷害 或者讓你的卑卑盤盤受傷 寵物的垃圾 以及排泄物也是另外一個要考慮的因素 話不多說 我們來趕緊看看有哪些大型犬種吧 我們的排序並沒有依照身高的高度排序哦 第一,大丹犬 丹犬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巨型犬種之一 牠是一種高大優雅的犬種 身高可達76公分以上 體重可達68公斤以上 牠們有著修長的身軀和強壯的骨骼 後腳占力身高在200公分以上 牠們的毛髮短而光髮 常見的毛色有黑色、藍色、盾灰色和斑點色 牠的性格特徵通常是友善、和平、溫和 對家庭成員也很有愛心 牠們對小孩及其他寵物也是友善的 儘管外表看起來很威嚴 其實大丹犬是非常溫和的犬種 通常不具攻擊性 牠忠誠和愛護主任的個性 常被描述為溫柔的巨人 雖然大丹犬外表很威嚴 但實際上牠個性很溫和 通常不具攻擊性 牠是忠誠和愛護主人的犬種 飼養方面大丹犬因為體型巨大 牠們需要足夠的活動空間 因此適合飼養大丹犬的家庭 最好有一個庭院或足夠的室內空間 牠需要四部的運動 但牠們不是高度活躍的群種 每天散步和定期的活動 就能夠滿足牠們的運動需求 牠們食量很大 市主需要提供適當的食物 但是也要避免過度餵食 以維持牠們健康的體重 總結來說 大丹犬是一種令人印象深刻的巨型群種 一站出去就會吸引大家的目光 第二 紐芬蘭犬 紐芬蘭犬是一種來自加拿大紐芬蘭島的巨型群種 外觀強壯而有力 體型龐大而且肌肉發達 牠們的身高可達到60-70公分 體重一般在45-70公斤之間 後腳站立之後身高達到170公分以上 紐芬蘭犬具有厚重的骨骼 以及厚右蜜的披毛 毛色會有黑色、棕色、灰色和白色 性格特征 紐芬蘭犬通常性格友善、忠誠結溫和 牠們對家人極其親近 喜歡陪伴在主人身邊 並展現出愛心和保護的本能 牠通常與小孩能夠相處得很好 被稱為嬰兒保護犬 因為牠們對小孩非常寬容而且有耐心 牠們也可以跟其他寵物相處得很好 友善而且不具攻擊性 儘管紐芬蘭犬體型龐大 但牠們通常能夠良好的適應家庭環境 牠們需要適量的運動 例如散步、游泳和玩耍等 以保持牠身體健康和心理的滿足感 紐芬蘭犬具有出色的游泳能力 對於水中的活動特別的期待 在訓練方面 紐芬蘭犬通常智商很高 所以牠很容易訓練 早期的社會化與基本訓練是重要的 以確保牠們能夠遵守指定 以及與人友好的相處 由於牠們體型大 強健的牽引力和基本的服從訓練是需要的 總結來說 紐芬蘭犬是一種溫和友善 忠誠且強壯的巨型犬種 適當的訓練 適度的運動和定情的健康照護 就可以確保紐芬蘭犬的健康哦 第三 英國翱犬 又稱為馬士提夫犬 牠是一種古老而且很受歡迎的犬種 屬於大型犬類 牠們也非常的健壯 擁有威武的外表和溫和友善的個性 牠們常被描述為溫柔的巨犬 牠的肩高可達70-91公分 體重達到68-113公斤 後腳站立之後身高達到180公分以上 牠們具有寬闊而且厚實的頭部 強壯的身體和肌肉 以及大而明亮的眼睛 馬士提夫犬的披毛通常短而濃密 顏色多樣包括黃色、淺中色和虎斑色等 牠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 牠們在古羅馬時代和中世紀的歐洲就廣泛的被使用 自宗犬當時被用來當作戰爭中的戰鬥犬 也被用來做獵犬和守衛犬 牠們體型膨大、結實的骨骼和強大的肌肉 使牠們成為優秀的守衛犬和工作犬 現代的馬士提夫犬被認為是溫和而且忠誠的家庭寵物犬 牠們具有溫和的個性 喜歡與家人以及兒童相處 儘管牠們外表威猛 但大多數的馬士提夫犬對待陌生人並不會有暴衝的態度 所以可以作為優秀的守衛犬 需要注意的是牠是一種大型犬 需要適當的訓練和社會化 由於牠體型巨大 牠需要充足的運動空間和日常的運動 以維持牠身體的健康 另外牠們食量也相當的大 需要提供適量的食物 總結來說 馬斯提夫犬是一種體型巨大 強壯忠誠 而且具有保護性的犬種 能夠成為優秀的家庭寵物犬和守衛犬 但是需要適當的訓練和適當的照顧 即使聖伯納犬 牠原產於瑞士 也是一種非常有名的群種 牠以強壯的體型和友善的個性而聞名 聖伯納犬起源於瑞士的阿爾貝斯山區 最初是由聖伯納德修道院培育出來的 因此得這個名稱 牠體型巨大 高度可以達到68公分以上 體重可以超過45公斤以上 後腳佔力身高達到170公分以上 牠們擁有強壯的骨架和肌肉 毛髮通常是長而厚重的雙層披毛 以適應寒冷的氣候 由於體型巨大 聖伯納犬需要適當的運動和足夠的空間 以確保牠身體的健康 牠們每天需要定期的運動和散步 並且需要適度的社會化和訓練 另外聖伯納犬的毛髮 需要定期的梳理和護衣 以維持牠的外觀和皮膚的健康 聖伯納犬被廣泛認為是友善 忠誠而且溫和的群種 牠們通常與家庭成員以及兒童 都可以融洽相處 並展現出愛和關懷的特質 由於牠友善的本性 聖伯納犬不太適合作為守衛犬 但牠們常常被當作收救犬 特別在高山地區 牠們具有出色的嗅覺和適應能力 也能夠在雪中追蹤和尋找失蹤的人 總結來說 聖伯納犬是一種友善、溫和 而且忠誠的大型犬 牠們通常是優秀的家庭寵物犬 但是牠們需要適當的運動 足夠的空間以及毛髮的護理 聖伯納犬的特點在於 其強壯的體型和出色的收救能力 在適當的環境中可以發揮出牠的優勢 第五 愛爾蘭獵狼犬 愛爾蘭獵狼犬是一種古老而優雅的大型犬種原產於愛爾蘭 牠們是世界上最高大的群種之一 被譽為犬中之王 同時牠們也被稱為犬中之狼 因為牠們的外觀很類似於狼 愛爾蘭獵狼犬的特徵 包括高大的體型和優雅的外觀 牠們肩高通常在76到89公分之間 體重可以達到45到68公斤 後腳佔以身高達到180公分以上 牠們具有長而粗糙的雙層毛髮 毛色的多樣 包括灰色、淺黃色、紅色、黑色 愛爾蘭獵狼犬被培育為狩獵犬和守護犬 專門用於追蹤和獵捕大型獵物 例如狼、鹿和野豬 然而隨著獵物的減少 牠們逐漸轉為家庭伴侶犬和展示犬 儘管愛爾蘭獵狼犬體型巨大 但是牠們通常是溫和而溫柔的群種 牠們以其溫和友善和忠誠的性格而得到喜愛 儘管牠們體型巨大 但是牠們通常非常溫和 對家人和其他動物友好 牠們與兒童相處也很良好 並展現出高度的忍耐和耐心 作為獵犬的血統 愛爾蘭獵狼犬具有優秀的狩獵本能 然而因為牠們溫和的個性 使牠們更常被作為家庭寵物犬和伴侶犬 牠們需要適量的運動 但由於是體型和關節的特點 要避免過度的運動和高強度的運動 儘管牠們體型撞碩 但是牠們通常是很友善而溫和 飼養愛爾蘭獵狼犬需要提供牠適當的運動 定期的健康檢查和適當的照顧 以確保牠們健康 總結來說 愛爾蘭獵狼犬是一種壯碩、優雅 而且溫和的群種 適合作為家庭寵物犬和伴侶犬 這一集我們介紹大丹犬 紐芬藍犬 英國鰻犬 聖伯納犬 愛爾蘭獵狼犬 還有什麼想要看或想要了解的內容 或者大家有什麼要討論的呢 歡迎在這邊留言留下訊息哦 最後麻煩大家按讚、訂閱及分享哦 這裡是自由貓 我是貓把 我們下集見